今天要试驾的这一款车 其实算是第二次的小改款车型了 同样呢 这款车也是我个人很喜欢我曾经考虑过想买的一款城市小车 虽然说它是城市小车 但是实际上 这台车的这个handling感觉 给我非常的不像 Toyota 它就是这个 Toyota Yaris 的二度小改款车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是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这两车基本上它的硬体架构完全没有太大的改变 轴距还是一样 2550 然后车长 车宽 车高 基本上都差不多 可是 它这一次的改变重点其实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很在意 就是这一个 全新的LED的头灯组 这个LED的头灯组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也就是说你买到最便宜最便宜的那个J版本 它都是LED的头灯组 加上这个全新的保险杆 还有这个红色的车身设计 我觉得它的这个运动化的感受还是很强烈的 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吸引我的 然后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大家看它的这个logo 这个logo采用的是这个 平面而不是传统的浮雕式设计 所以一开始我以为这辆车支援ACC 但是其实它并没有 这一个是sensor 但是这台车只支援这个车道偏移警式 还有这个前方撞击意警 所以这一次这辆车的安全配备其实还是很足的 再来一点 这辆车的设计 并不只是因为美观而已 其实它很多的设计跟这个空气力学都有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在尾灯这里有两个小小的这个格峰的设计 至于在这个 Side Mirror 这里也有一个设计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营造更好的风阻系数 这台车的风阻系数 其实还不到0.30cd 非常的低 而更低的风阻系数对于车辆的加速表现 车辆的油耗表现跟车辆的MVH 都有所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原厂在这台车上面 还是有很多小心思的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尾部的设计 尾部的设计跟小改款前没有太大的差别 拥有一个 蛮大 然后我觉得很帅气的尾翼 然后这个下边的这个空力套件跟之前的车款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点在于 这一个 尾灯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它的头灯组 全LED 全车系都是一样 但是这个LED灯条的尾灯组 只有在E版本跟G版本有 J版本是没有的 我有点好奇 为什么这个头灯组全车系都是LED 尾灯组不能是全车系呢 尾门的开启藏在这个Piano Black logo的正下方 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个倒车摄像头 这个倒车摄像头有惊喜 等一下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先看它的尾箱空间 这个尾箱空间官方给出的数据是286L 听起来不是很多 可是实际上因为它的这个平整性很好的关系然后它也比较深 如果 是你 跟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去做旅行 它要应付你的行李需求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还是绰绰有余 根本不是足够可以形容它已经多过于足够了 再来一点就是先背车还有一个强项就是它的椅背资源64分离椅背倾倒 所以它可以运载一些像是橱啊或者是电视机这样比较大体积的物品 这点是Sedan车型所做不到的 还有一个关于空气力学的设计就是在它的车顶 我相信很多人在买着以前的三代的Vios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车顶看起来好像凹凸不平那样好像 被人压到啊还是什么 但是其实不是的 这一个 同样的也是为了空气力学设计而做出来的 虽然看起来这个感觉是真的好像有人从高的地方掉下来压到 但是实际上是原厂故意这样做的 引擎方面 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也就是1.5公升的Dual VVTi 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CVT的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是107PS 峰值扭力表现140Nm 虽然说 这个引擎输出看起来蛮普通的 可是实际上这台车是一辆城市小车 所以更快的油门反应还有油耗才是它的重点 要说的是 操控表现是它的bonus Yaris的椅子是没有Leader Seed的 如果你要Leader Seed 只有Vios有 因为它跟这个Vios的价钱毕竟那个相差还是蛮多的 所以没有皮革座椅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这个绒布的座椅实际上它的触感啊乘坐的感受都不错 所以这个绒布座椅我不会去做太多的投诉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内装的铺层 其实内装铺层没有什么新意啦 就是跟之前的车型是一样的 只是这一次我要称赞这个Toyota Malaysia 的地方就是 这一个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看适合小改款前的很像 但是这个荧幕的分辨率很明显的高了很多 所以实际上它的那个清晰度我个人看来还是蛮开心的 再来一点就是 它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Yaris 你只要买到E的版本就拥有这一个荧幕 所以你就可以使用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了 所以售价比它贵但是没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的车 你们自己就要考虑看看了 因为这一个东西非常肯定的会是未来的优势 所以比它贵还没有的 你们自己看着办啦 在排档杆的设计上面 它还是采用了Toyota 很经典的这个瀑布式的排档设计 老实说这个排档杆还有这个排档机座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蛮high class的 真的有那种感觉 它会比这一个Corona Altix 还要好 这个我很喜欢 而且它支援手动换挡模式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Yaris 方向盘后方并没有换挡拨片 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需要手动换挡 那么你就可以只可以通过这个 排档杆来进行手动换挡 老实说还是有Pedarship会好一点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6个Button 这6个Button基本上都是跟行车安全还有这个驾驶模式有关 它包含了Sport模式 Eco模式 VSE的开关 前方撞击翼警的开关 车道偏移警示的开关 还有这个Parking Sensor的开关 接下来在被动安全方面 它拥有全车系7个气囊 然后它还有我很喜欢的360度环境功能 而且这一次360度环境功能是有进步的 我带大家去看看它进步在哪里 Go 小改款前的这个360度镜头 它的成像素质老实话是有一点欠佳 所以实用性不是很高 但是在小改款之后原厂优化了这个360度镜头的功能 它现在有一个3D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子就是3D的 而且它可以切换的角度有很多 重点是它的准确度 也非常的高 所以 变得非常的实用 另外就是在你低速行驶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切换左边45度角或者是右边45度角 让你清楚知道你会不会撞到Divider或者是别人的车辆 老实说 在大部分马来西亚人以市区驾驶居多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老实说这个Yaris的后座空间表现 我觉得普通可是舒适度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的标准驾驶桌子啦 然后我坐的稍微斜一点 我的脚步空间还有差不多两个拳头 只是我的大腿支撑就少了一点 可是因为我的身高是18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 空间表现算是合理的 如果后座是做女生或者是小朋友的话 他们就会做的更写意一点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椅背 我这个椅背好舒服 我真的这样子坐下去我感觉我想睡觉 很柔软然后整个好有沙发的感觉 我只能讲在座椅设计上面 Toyota 还是Toyota 这个座椅设计 我真的是很喜欢 OK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中央扶手了 这个中央扶手因为不能移动的关系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的 阻碍空间然后它没有冷气出风后 不过下面有两个USB 都是2.1A的充电速度 OK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试驾环节了 今天从计划目标出现 还是走上习车了 车车车车车 嘿嘿嘿 我要借你们时间访问一下 我们有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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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年轻人你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诶 我第一眼是被它的外观性 真的是很Spotty 它的LED灯我很喜欢 很Shop 它的Spoiler啊 本老屋诶真的是 很帅诶 它吊整个这样拗上来 整个外形就很Spotty 我觉得我很喜欢啦 其实LED灯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买了车过后会自己去改 你改了过后不小心中什么 然后也有可能会 没有掉Warranty 所以原厂来的还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 原装我都不用花钱 我就直接有 然后还有就是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 Econ的Button 还有它整个Design 我觉得很Spot 很 大式的感觉 然后价起来怎么样 我第一个感觉是很轻快啦 然后还有就是 你看我爽吗 我觉得蛮稳 我觉得很稳一下啦 然后其实还有Sport mode的 还有Sport mode的 Sport mode 来右手边 哦 哦这个是 哦Sport mode啊 就是 比较Sport的啦 来踩一踩 试试看啊 哇 哇哇哇 哦这个声音有帮我说的 其实这个声音很Sport一下 哇 也是 是真的Sport 就这个声音 这辆是Yaris 这辆是Yaris Sport 它的普通模式跟Sport模式 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差距啦 哦对对对 不过 顿操作 猛如虎 你看排量一点 OK啦 City Park 1.5的排气量是 Sport 轻快的 更好的那个油门反应 然后更好的油耗 是可以接受 而且在这个Sport mode下面 动力真的会感觉到明显的提升啦 它省油的 还蛮深的 OK 这样对我来讲它是很好哦 嗯 来这辆车你有什么感受 嗯首先我可以感受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辆车开起来很sharp的感觉啦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驾驶感是很有 比较有讲究一点啦 那这辆车 它的这个 车体那个 车尾和车头的响应其实蛮快的 是有surprise到我啦 是其实它这个 比较不那么Toyota 以前的Toyota 比较偏壳一点都是偏舒适 嗯 但是这辆车不是偏壳 它try to 找一个balance 对 所以它 两边其实它都 顾得到 对对对 就我可以觉得这辆车它开起来很灵活很灵敏 可是它又 蛮舒服的哦 好像刚才我过一些那些洞的 啊这样子过这个动作啊 其实 它吸收那个 震动的能力还蛮强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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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跟我一般印象中 就算它跟它的 哥哥他的 那个Toyota Vios相比 嗯 它在这一个部分上面 它做的 会比Vios更好一些 我还蛮喜欢这个 驾驶感的 就整个那个操控的感觉 是有一点 刚好的味道的感觉啦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喜欢的地方啦 我跟这个路人B的 看法其实很接近啦 对对对 这会是一辆我 会想要考虑到一辆 Hatchback 啦 如果说我今天要我找一辆 Hatchback 的话 我觉得这一台车 感觉还不错 轻快的感觉 ok 啊 应该城市车定位这样的设定 我觉得很不错的 嗯 而且哇 它的这个动胎真的是 我还蛮喜欢这辆车的 哇 而且 里面的质感 以一辆日系 Big Segment 来讲 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质感层现在是蛮不错的啦 就有一种钢琴黑啊 然后 它的皮革是摸起来看起来其实是ok的 然后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方向盘的这个皮革 然后还有蓝色的风险 很sport的感觉 就这一辆车是一辆很年轻的一辆车 嗯 哇 方面这里也是有皮 Not bad So 试找这辆车 这辆车你会不会买 呃 我是不会买啦 讲真的 如果是我买这辆车的话也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可能早上载小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好用不了 大概我这样子去试驾一下这辆车还是回向Toyota一下 ok 就是 overall 就是很平均啦 没有很独特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哇 贷款很好啊 或者是直线加速很好啊 还是哪一方面很强 其实它就是很平衡 不过 唯一一样东西哦 就是他们一向来都做得很好的一样东西哦 就是 你家Toyota哦 是没有什么朋友啦 你朋友上车都在睡觉的 嗯 因为它的座位真的是做得很舒服 很舒服 这一个是 我的小孩子啊 我有过四五辆那一个Toyota车 嗯 我在小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哦 他们一上车一定是睡觉的 ok 因为椅子太舒服了 因为椅子很舒服 然后就是 overall 就像我们驾驶这样子 嗯 虽然这一个车车啊 它没有的条就是前后啊 嗯 不过讲指着讲 Toyota他们在这一方面的Economics 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就是讲它的背的support啦 它的椅子啦 全部就刚刚好 全部都刚刚好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舒适的 一个驾驶的一个位置的 嗯 如果你现在问我买不买 我是不会买啦 因为就是 这辆车我觉得 买给我孩子可以啦 就是刚刚出来 呃 就是 出工的话 嗯 还是刚刚学开车的话 给他出来 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啦 因为你不想买一辆车给他 你每天要找问题啊 诶 把我的车有问题啊 诶 这个东西你帮我弄那个东西 你是没有得空的 对 你就是想买一辆车 OK 你去乖乖去做工也好 还是乖乖去读书的好 你不要来烦到我 到时间我帮你拿去服务 还是自行计拿去服务就算了 嗯 重点是不愉快再翻路啊 重点是少一点问题的话 我就不需要翻 然后第二就是 你看它的SYPT System 我是觉得还可以咬的啦 就是相当负的 最基本的就是想前方那个 通装易景 通装易景啦 然后还有后面的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360 camera 然后还有什么LCDA 就是你在推车的时候 有车经过highway响 所以就基本的 像这个360啊 对一个新人驾车来讲 是相当方便了的啦 对对对 parking 很简单 对 而且它很准 对对对 然后这辆车讲真的 我们如果是想做父母 我买一辆车给他 过后讲真的四五年过后 因为买到台语给银 就是他的二手架啦 对对对 他自己 如果他有本事赚到一点钱了 他想要换车的话 这样这台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他拿去trade in 也容易一点 对 trade in 之后直接有投机 for下一辆新车 对 其实我们买车最怕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你要求人买车以后 卖了还有贴银行 卖了还有贴银行啊 或者是找不到人家买啊 你去哪去trade in 还要看那些salesman的领色喔 对对对 这个是真的 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OK 大家看完了以上几位的路人给予这台车的评价之后 有什么感想呢 对我个人而言 Toyota Yaris真的是一台非常适合在市区代步的车辆 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非常的适合 尤其是如果你喜欢驾驶乐趣的话 这台车可以给到你一定程度的驾驶乐趣 我必须重申的是 它是真的有驾驶乐趣 它并不像以前的Toyota是一个偏科生 现在它比较注重在于均衡 虽然说它给不到你很极致的操控表现 但是一般的驾驶来说它没有太大的问题 甚至可以说它非常的灵活 这个让我觉得我很喜欢它 我是真的在考虑它 大家觉得这台车适合我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啊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